长荣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4天 战线持续拉长 罢工空服员爆出了归队潮 虽然工会否认 但长荣资方证实 有超过600人想返回工作岗位 大约有400人已经拿回了三保证件 而目前老字双方二次协商的进度 包含工会要求撤回暂停年终 调薪和员工优待票公告 而资方现在同意改采 渐进式恢复的方式 而被列为矿植的27名空服员 将暂时改为空白班 再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长荣也公布了赔偿旅行社 协助迁转的方案 每一位滞留旅客 每天最多能赔偿7500人 我不离开 我一直在 大声唱出歌词 强调我不离开 长荣空服员持续罢工 现场多出不少空椅子 满满人潮盛况已不负载 随着罢工战线拉长 有不少空服员想取回三保证件 回去服刑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 长荣分会严正声明 目前委托保全公司 保管的三证 仍有2100份以上 自为有心人事意图撼动 工会会员之恶意谣传 工会强调还是有超过2000人参与罢工 但资方却透露有超过600位空服员 表达想回去工作 其中大约400人已经自行 或透过公司协助取回三保 统计罢工行动从20号开始 长荣取消的航班已经公布到7月19号 大约有2250个航班 影响40多万名旅客 截至7月2号 长荣航空已经损失23.6亿 长荣也公布了最新的补偿方案 每位滞留旅客每天最多能赔偿7500元 尽速在下个礼拜拨款 另外长荣也公布 本周将招募200名国籍空服员 160名外籍空服员 最快11月报到补足人力缺口 拿回属于我的尊严 目前劳资双方二次协商进度 包含工会要求撤回暂停年终 调薪和员工优待票的公告 现在资方同意改采渐进式恢复的方案 另外被列为矿值的27名空服员 将暂时改为空白班 要再进一步调查 双方持续攻防 罢工何时落幕 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 借助林敏佳 神区小组桃园采访报道